红拳宗师兼著名功夫片导演刘家良 在香港世界殡仪馆是林,中林76岁 林唐设计成刘师傅身前最爱的武馆一样 一照采用电影《罪马流》中的剧照 拍片则是刘德华以金色蹄字以带宗师 由唐内申言至街外亦布满一片花海 并插着刘字白旗帜以显地位 场外也摆放大电视播放刘师傅身前片段 刘家良一双温镜巾身穿笑衣 脖子挂白丝带 为刘师傅的丧力打电 与智三委员会主席陈北祥一起接受访问 温静晶表示情绪已冷静下来 今天刘师傅的所有的弟弟哥 他所有的子女都在这里 一共有六个女一个子 现在都全部在里面 而他的两个妹和他的弟弟 和他们的眷属都是在这里 那些子侄也都是在里面 同门的师兄弟或者是徒孙徒弟 都是全部在里面的 他前妻没有来到的 不过他前妻的子女各个都在里面 和女婿都在里面 他的遗愿都是希望多做善事 多帮助大家 其实他的遗愿 我想我明天会有一个最后的仪式里面 我就会说出来的 其中一个遗愿都是关于一个他想做的一个基金 是帮些什么人 为什么会有的呢 我想我留下明天说 如果明天他们大会没有安排到你们进来听的 不要紧要 我们会录了影就给你们的 他们剪了很多片段 他们剪了片段 剪得实在实在太好了 好到我们一看到之后 都是忍不到一路在这里哭 现在我都是望向灵堂的外面 而不敢望那些电视机 因为望到都是很难控制 他们的情绪 其实我就昨天走出来这里之前 昨晚我已经叫他们先看了一次 他们不肯看 不肯看的不好处就是 他现在看到就会很难控制自己 但是都要的了 他一路一路不停播 播到后面就哭到眼泪干了就会不哭的了 温晶晶她表示 陪葬品是师傅平日穿的睡衣内衣裤的 而棺木以环保为主 被问到为什么灵堂正中的大字 由刘德华提起 温晶晶唯唯道出缘由 但是就耐人寻晦 刘德华和刘师傅就很有渊源 刘德华师傅很疼她 我记得那时候她好像拍《罪权异》的时候 我不是很记得清楚是不是罪权异 刘师傅找她拍戏 她是好到一毫子都不跟你说 你说可以了 师傅 究竟刘师傅和刘德华在之前有什么渊源 两个都没说过给我听 但是我相信他们是有一些东西的 师傅是做了一些好的东西不说 刘德华也是一个很低调的人 我相信他们之前在刘德华微视的时候 是有些好事发生过 他们两个人知道是知不知的 我们要问了 要问回华仔 但是华仔可以说片酬都不计 就来帮的呢 我想这个渊源是可能很大的 搜狐视频娱乐报报香港报道 您现在收看的是搜狐视频 我是大鹏